我靠屁 欸好爽喔 據說當初改這台頭鞋子是將近10萬塊錢 什麼 正常少文在孤車遇到這種7年左右的GP方向盤 你很難遇到沒年熟的 YO 大家好歡迎收看鴻達來的燒車 我是幻竹丹子車中華的少文 我是攝影克朗斯 我們今天直接開頭就前倒車了 因為前幾天天氣實在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今天來到台南漁光島是不是 漁光島 沒錯 我相信我以後應該會很常來 因為我剛才沿路這樣開進來 還蠻多比基尼 少文下次排給你們看看 而且都真的排不錯 口水都流出來 我覺得來這裡也蠻剛好 因為我們今天這一台算是 好爸爸 壞爸爸 綜合體的旅行車 它就是S265 C63 S的Estate 馬力就有510匹 超級兇悍的旅行車 來給大家看就是這一台 那今天這一台的故事淵遠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它應該是一個台北的許大哥 再次感謝大哥董內 感謝大哥董內 這邊一樣 乾巴乾媽 乾哥乾姊 乾姊 乾姊 如果還要鼓車 這邊掃描 QR code 跟 ID 搜尋 小老鼠 HONG DA 宏達好不好 因為今天這個許大哥 他的故事蠻特別的 你知道他最早第一台AMG是什麼車嗎 155 哇 是W211的15 而且他只有買新車 他一路從155 132 中間還有不知道幾台 然後他連上一代的C63 6200cc的旅行車他也有 只不過這台比較可惜 他應該是許大哥第一次AMG的車子 但是他不是新車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當初這台車總在引進的時候 四門的空車就已經542萬 重點來了 那個時候當時不是錢的問題 是他根本沒有引進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C63S的旅行車的話 只能透過我們那個貿易商 從德國引進 所以我們今天這台一樣也是歐規的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台車子 他算是1516年 算是投P的一個S205的車型 在當初那個年份 他也算是一個大改款 所以其實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跟路上一般的賓士來講 不會說到看起來很老氣 但是其實你仔細去想一下 他其實已經七年了 看不出來 你跟他說他是2020的時候我也信 我講真的 這真的不好意思 沒有找比基尼拉妹訪問 我下次來找比基尼拉妹訪問 那個比基尼拉妹一看 這個哪有人會猜他是七年 然後他七年只有開46000公里 這也是紹文其實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點 因為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上一台C63S 是我們之前天母的這個 某這個餐廳老闆 斗內給我們的 那其實從他那一次到現在 紹文都沒有再收過C63S 不是說沒有人問 只是紹文蠻在意所謂的車況好不好 就是這種車子我們一般來講 遇到比較高里程數的話 我們盡量會Pass過去 但是如果遇到這麼低的里程數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個基沃好好的把握 雖然說我也知道 他的外觀顏色 相較來說 不是那麼討喜 對 少文常講了 藍色要先扣5萬嗎 很好看啊 藍色要先扣5萬 那內裝又這個顏色 說實話以車上一般的角度來講的話 今天這台車的外觀跟內裝 都不是很討喜的顏色 但是 它算是一個專門為品味人士 所打造出來的車 你看夠唬爛嗎 我先去解決你 認真說啦 就講真的 每一台車子它都要有一個賣點 那今天這台車的賣點 可能那個內外觀顏色 不是它的一個主要賣的點 它這台車的賣點 就是它的超低里程 而且大哥全部都是全員廠保養 其實在他手上已經也快6年了 他當初算是很早很早買的 所以我就講了 其實大哥不是缺錢的 這樣介紹好嗎 買這種車其實大家普遍來講 看到性能車 或是說像M3 M4也一樣 普遍遇到這種車高里程數的話 大家第一個直覺反應是什麼 二超過的 胚來的 引擎虛虛的 然後要大修 我也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所以還有這台車 也盡量幫大家挑了一個超迷人的里程數 我們現在在台南 開回去給它抓47,000好了 詳細給大家介紹一下它的配備 首先車頭一樣是雙魚眼的頭燈 然後一樣搭載了跟車的屏標 大家要知道它這台車子已經是C63S 不是C63 它算是C系列裡面最高等級的 所以基本上 你在很多C系列其他東西都看不到的配備 基本上在它車上都有 可是我記得在上面其實還有一集 Edition 1 Edition 1它是一個所謂的外觀套件 但是我們以引擎動力來講的話 那它是一樣都是510匹 它比較不像M系列 它們有一個叫M Competition 只要M3 M4有掛Competition的話 它的引擎輸出是不一樣 但是今天這台 就算你是C63S Edition 1 馬力也一樣是510匹 然後車側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V8白Turbo 所以這一次我們今天的一個 另外一個主題就是 末代V8的車子究竟保不保值 大家都知道最新的這個C63 W206世代C63已經出了 是四缸 四缸加雙馬達 對 那其實 少文先未看先猜 講實在話 新的車一定是跑得比這台車還快 只是說新的車能不能帶給你 那麼多的娛樂性 這就不得而知 還有新的車能不能帶給你 與眾不同的身份 我相信一定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新的C63它的引擎 跟43系出同門 一樣的四缸的引擎 搭載更多電機系統 而去讓它的馬力更大 然後它就被稱為新一代的63 跟我們今天這台給大家看一下 欸我們這是 架槓男主汗的車 貨真駕駛的V8白Turbo 而且我們今天這一具引擎 它是M177的 也是真正工程師名牌的 欸Daniel Lounge 欸這又沒看過 我太難了 我們這個63的話 像我們這一台 它跟43就不會同引擎 43是6缸 而且43也沒有工程師名牌 但是新的63的話 它的引擎就不再是那麼獨一無二 不再是那麼就是只有你用而已 它連二哥也是用一樣的引擎 大家都是一樣 稍嫌就是有 失那麼一點點的 尊榮性跟獨特性 畢竟我們買63出去 就是要喜歡人家叫我們 叫它69 不是啊 講錯了 搞錯了 再來 OK啦 這是末代八缸 然後整個引擎是 真的是算是塞得超滿的 然後車側呢 它其實這台車子的藍色 其實也算是 我只有在63車上 比較常看這個顏色 其實這個顏色 一般在C300也比較少選 看不到 對 偏少 或者是再更便宜的 C180 C200 偶爾也會出現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算是 比較偏深一點的藍色 旅行車最漂亮的 就是這一個線條 很常講的就是旅行車 它這種從左後45度 跟這個右後45度 看過去它整個車子的這種延伸的 這種線條的感覺 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再加上呢 我們這台63 它是63S 然後呢 本身就是這個四出的這個尾管 然後下面下老流 這邊還有這個碳纖維 超級漂亮 比較可惜的就是 配備是很多沒錯 但是它應該是 沒有腳踢 欸它有 它有 欸它怎麼有 沒有做效果欸 欸我以為它沒有欸 我再踢一次 欸我沒有偷案喔 我沒有偷案喔 我沒有偷案喔 欸它真的有欸 然後呢 行李箱的空間 也比一般四門轎車的 那個還要來的大 然後呢 這個車主很不錯 它那個延長腳踏件 都還沒有用 也有留給我們 然後呢 下面這邊是這個 行李箱的一個 固定的一個網子 然後呢 整箱的這個 おみやげ 感謝大哥斗內 這是什麼 它全部都沒有拿回去 車上所有的防護罩 那個行車記錄器啊 然後一些 測速器 全部都留給我們 感謝斗內 感謝 好啦我們也就一起交給下一位車主吧 然後呢 欸我剛才講什麼 欸我剛才講什麼 剛才少文忘記他講的是尾燈 現在那個少文年紀也大 也剛過27 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吃一下銀杏好不好 我剛才講的是尾燈的部分原因 是因為 像我們今天這台是63S的頭批 它是1516年的嘛 真的算是第一批的喔 對 那現在它的63其實在2019年其實有一個小改款 但是大家普遍比較沒有那麼追求2019年的原因 是因為第一個引擎完全一模一樣 也沒有做馬力上的調整 再來第二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小改款的尾燈它完全沒動欸 我覺得有一部分這台車這麼保值的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個是末代八缸 再來第二個是 小改款的車子讓人家覺得 差異性 不要說不大 坦白講 差異性 幾乎是沒有 我們那個好朋友洋蔥 大家有看嗎 那個63的那個影片 到現在它63還開得很開心 我也曾經有嘗試叫大家換新的63 但是他六回我說 啊不是都一樣 為什麼要換呢 這邊 側邊一樣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台車 那這台車子我剛才講的嘛 基本上東西都是全員廠 它連卡鉗也是 它就只是單純換了一個旅圈而已 因為當初這一批偷批的63 比較可惜的原因是因為 它如果沒有選ET1的話 它的那個旅圈 實在長得有點太像C300 就是C3005伏18吋那個旅圈 那個樣子 類似的 然後就丟在63上面 對 所以看起來有失身分 所以我們改了這一組 我自己覺得這個BVS的框 就是該怎麼講 搭在所有車子上 永遠就是比較一個經典不敗 它的寸數其實也19而已 它不是那種 砰好大的那種 但是它就是至少讓你 整體的車子外觀 稍微協調一點 搭配它這個黑窗框 一樣有一個夜色的感覺 好啦上車之前 大家期待一久吧 末代八缸的獅吼聲 來一下囉 還記得我們之前洋蔥那支影片嗎 大家在那邊踩 大家多嗨 還會噴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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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來幫大家踩一下 這是一般的 欸其實已經很兇了 一般 欸我們剛剛車子門關起來 沒有什麼感覺 其實外面很大聲的 外面超大聲 欸這一般已經很大聲了 好來Race Race Race喔 哇 哈哈 哇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我靠屁 欸好爽喔 哇這個滾水深 好想買喔 接下來這個外觀跟聲浪大家都滿足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內裝豪華度 跟它的使用痕跡明不明顯 還有它車上的其他的配備究竟有哪些 上車 先跟大家講一下其實六三這個車子 算是我們店裡面就是我們業務啊 還有謝老闆我們自己公認算是很喜歡開這車 昨天謝老闆自己還偷偷看出去玩一下 因為它的加速的感覺跟聲浪說實在話 M系列如果啦如果我今天是要去山道上的話 我會想開M系列 因為我還是覺得M系列彎道比較刁鑽 超酷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可能就是去個好市多買東西 我今天可能去個飯店吃個飯 我都走直路或是走在市區上的話 我是比較喜歡V8的聲音 這個畢竟當初同世代的M系列是六缸 它是八缸 畢竟還是多贏人家兩缸 好了內裝首先呢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個碳纖維是黏的 但是呢它其實也蠻屌的 我也不知道它去哪邊找 它這個已經黏了五年了 基本上還算是顧得還不錯 然後呢它這邊有冷熱通風 兩邊有14項的座椅 然後有這個林格文的NAPA 然後呢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邊這邊其實是四顆鍵 最左邊兩顆是23P的跟車 第三顆是這個前後雷達 第四顆是抬頭顯示器 但是這邊要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台車子的抬頭顯示器是後改的 因為當初大哥畢竟它身為這個AMG的始終車迷 它其實很想要趕快拿到車 它其實是想要等台灣會不會引進 但是後來等了它好像覺得應該是真的不會引進 但事後也真的 就是沒有引進五門車型 所以它趕緊從國外訂了一台 所以它配備嚴格上來講 它沒有說很仔細的去挑 所以它當初沒有抬頭顯示器 但是大家有看過少人介紹的測試就知道 正常沒有抬頭顯示器 這邊會怎麼幹 改類納字節的一塊那個玻璃 就是一片壓克力在這邊 一片那個壓克力這樣翹起來 然後給你顯示 這也叫抬頭顯示器 但是我們要對AMG 要對63有一個respect 要尊敬 我們一定要用原廠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把前面這整塊的儀表板全換 據說當初改這抬頭顯示器 將近10萬塊錢 什麼 What 它的印象說將近10萬 也有可能是7、8萬 然後它這邊一整個換掉 然後它這邊有這個 內坎的抬頭顯示器 所以你會發現它上面顯示的畫質也好 包含它顯示的圖枝 包含它顯示的質感等等 全部全原廠 還有你這邊前面這邊 儀表板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我設定 一樣有抬頭顯示 我也可以調它的位置 調它的高度 調它的明暗 調它顯示的內容 所以 基本上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原廠的東西就好 它其實就是原廠 它就是原廠 就是功能 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 都是原廠的東西 就是車子 車子本身就相容得動 對 就是這樣 就是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很特別的一個改裝鍵 稍微很少很少看到 然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中間這邊 它還有弄的這個蘋果樹 很漂亮耶 然後呢前面這邊 一樣有這個6.3專屬的 IWC的時鐘 這東西很多人想要 其實這東西還是要看細節 因為一般的這個C系列 或是C300 一樣會有時鐘 但是它就不是IWC 然後呢 這邊一樣有這個電子懸吊 然後呢 一樣有我們剛剛這個 讓我們很興奮的 U78 原廠帶它U78的這個 跑車排氣管 前方這個方向盤呢 我覺得邵文有一點 我特別想講的就是 正常邵文在孤車遇到這種7年左右的幾皮方向盤 你很難遇到沒黏手的 完全不黏手 很神奇吧 所以我就說這台車子的內裝 如果我們是那個日本拍賣場的那個評判員 我會直接給這台車內裝評個A級分 太誇張了啦 7年過去只有開4萬7 然後你整體的內裝 包含它的椅子的這個皺褶度 因為我們今天這台不是賽車椅 它是NAPA的椅子 那NAPA的椅子好坐之外 東西都有優點跟缺點 NAPA的椅子缺點就是 它的發泡面比較軟 所以NAPA的椅子相較來說 它的皺褶如果有的話會比較明顯 椅子這麼軟的狀況下 它這邊側墊也沒什麼皺褶 特別是你要下車那個方向的側墊 因為你在下車的時候 你的轉身會去壓到 你自己看很狂欸 接下來坐進這後座啦 這個門板 欸 我跟你講 其實真的的皮 就應該是這種粉粉的 對 很接近新車出場的感覺 它可以光摸這個手把 我就知道 這台車的後座 應該幾乎是沒什麼做人 基本上 對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嘛 你椅子 你可能盡量不要去壓到OK 但是你開門 難道有開門 可以不碰手把的方式嗎 應該是沒有吧 所以你仔細看它這個手把的使用痕跡 你就知道它究竟有沒有做人 那依紹文在摸這個粉粉的感覺 摸起來很舒服之外 很接近原廠 很接近新車 就讓我覺得 很有物超手指的感覺 只是說這邊 後座也跟前面一樣 因為當初大哥 確實有選的比較急一點 所以呢他也沒有挑到 有三具恆溫空調的這個車子 比較可惜啦 因為有三具恆溫空調的話 這邊還會再有一個螢幕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空間 前面算是有坐比較後面 但是180的話 坐後面一點 大概還有接近四個拳頭 四個指頭接近一個拳頭 你是葵四算了吧 太誇張 四個指頭啦 然後呢頭的部分 我覺得這部分就是我要特別特別讚賞 C系列旅行車的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基本上 紹文的身高182 我做四門的C系列 跟做雙門的C系列 我後面的頭一定都會頂到 一定會磨 對一定會磨 但是給大家看一下 完全不會 你看我這張頭 你看完全的可以伸展開來 然後包含我們這台車 畢竟我剛才前面講的最新最好的東西 都要給六三用 所以全景天窗 一樣是一個標準配備 你看 既然我們在這海邊 看天空的感覺 就特別特別的愜意 真的非常非常不錯的車 然後呢包含 如果說你真的是要做家庭用車 你是爸爸要載一些小朋友的話 其實也很好用的原因 是因為 紹文最近對這東西 算是非常的有研究 也就是ISOFIX的這個插孔 因為我每天在那個 在那邊搬安全座椅 有些車的安全座椅固定孔 實在是難用到 我真的想罵三字經 但是我們今天這一台 跟一般C系列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ISOFIX的孔 也是坐在外面的 欸我跟你講喔 這個身為 如果你要號稱說 這台是一個好爸爸用車的話 這個東西超重要的 你每天在那邊裝安全座椅 你不會想要搞一台 很難裝的安全座椅吧 欸我有一次 真的裝到我跟我老婆發脾氣 你媽的奶奶 讚 如果要打泡爾夫球的話 一樣 椅背也是可以做 這個往前的一個傾倒 延伸 接下來呢我們先用這個 Comfort模式 試一下齁 這台車究竟是不是一個 秤直的 好爸爸用車 因為這個好爸爸用車 要兼顧舒適性嘛 但是我們兩個今天做了一整天 我們兩個一致認為 不是很舒服 哈哈哈哈 如果你以63的想法去想這台車 你不會覺得它硬 因為你本來就覺得說 我在開一台63的車 但是如果你以旅行車的角度去想的話 認真講 它算是 很有路感的旅行車 應該可以這麼說 就是它其實不是你那麼想像中 軟QQ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也是很喜歡 操控路感的人的話 其實這一台就很適合這種好爸爸 油門怎麼講 如果說你真的要踩的話 63這個車喔 它的馬力其實大到 我覺得我們要對AMG非常的尊重 你要很細心的去開這一台車 它輕輕的喊 它是可以讓你馴服的一台野獸 但是你不要自己這樣開開開 你就覺得說 這台車好像也沒多快 然後就突然給它踩一下 它有的時候突如其然的這種力道 會讓你完全超乎你的預期啊 然後呢今天這台車子喔 差點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忘記講 就是它的模式一般車子只會有四個 但是我們今天有五個 第五個呢就是Race模式 那大家知道Race模式可不是每一台63都有的 一定要是63S 有加S的才有喔 Race模式就是能夠把它的性能 發揮到極致之外呢 它的循跡防滑就能夠算是部分關起 它能夠允許你更多的打滑 允許你可以類似說在賽道上 能夠高速過彎之外 從時動力又不受限 然後我們現在四驅喔 試的差不多 我們等一下上高速功能 再給大家感受一下高速功能 加速的感覺 接下來上快速道路啊 可以試一下跟四驅比較不一樣 首先喔還是再幫大家測試一下這23P 現在已經把它開啟了 而且這個自動轉向功能 方法現在在自己抓 其實如果你用年份的角度去想 你會想說七年前的自動更車感覺很爛 但是它也是現在賓市旗下很多車在使用的同一套系統 也就是大家常講的23P 就是這一套系統 雖然說它的車子舊歸舊齁 但是我覺得這一套更車系統 確實沒有現在那麼好 但是不會跟現在的差很多 包含它的跟車的加速煞車 包含它的轉彎 車道至終的這種感覺 真的跟現在的車子的跟車不會落差很多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宏達來收車了 那如果現在的螢幕前的你 如果還有車子想要請我們估價的話 這邊可以掃描QR Code 也可以打ID搜尋小老鼠 H&GDA宏達就找到我們湖車了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宏達來收車 再次感謝大哥 抖內這麼漂亮的763S 好啦 我說話很多單只說真話少人 我是Klaus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感謝各位粉絲我們已經 10萬訂閱 再邁向我們下一個里程碑 20萬訂閱不是夢 各位乾哥乾爸乾姊乾哥單弟 好 我們訂閱起來 你們的支持 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要買車要賣車一樣 找我們宏達國際 小老鼠 H&GDA 我們的MV 我們每天晚上7點到8點8 都會有直播特價再特價 每天晚上3、5日更新 我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感謝大家 今天就是這樣 訂閱起來 掰掰 記得按讚加分享喔 掰掰